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的练习 这是我在TIP的第一次演讲 心里面有点紧张,也有点小激动 那咱们这回的主题是民主 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经常挂在嘴边 但是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决定上搜集一些资料,找找灵感 那我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呢 就发现有一个词频繁地和咱们的话题民主一同出现 那个词就是资本主义 于是我灵光一闪 便有了今天这篇讨论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演讲 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定义 民主这个词其实源于希腊文 是希腊语中的demo,也就是人民的意思 和kratos,也就是权力,统治,治理的意思 那这两个词构成的 由此可见 这个词的意思呢 基本含义就是人民的统治 那民主制度指的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以及平等的这种原则来共同的管理国家的事物 所以在理论上来讲,在民主的体制之下,人民拥有着绝对的最高主权 那另一个概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概念呢 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资本是属于个人所有的这么一种经济制度 那它的核心就是自由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产品和服务的分配 以及它们的价格 都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那么自己每个人都能有权利决定 如何分配或者是投资自己的生产资料 而他们也需要自负盈亏 每个人都需要理性的思考 如何将自己的利益进行最大化 在了解了民主与资本主义这两个含义之后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观念确实有一些共同点 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民主与资本主义都是假设这些人是有理性的 而且能够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好的决定 而且他们是自由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良好地运用了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话 那就可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 而且还可以让大家人人平等 并且有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民主制其实和资本主义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首先从他们的性质上讲 民主制是一种政治制度 而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 其次呢 民主主要强调的是人人的平等 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资本主义往往不太会在意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平等 而是有一种自然的法则 有能力的人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本 所以说这两者如果要是一起被一个国家应用的时候呢 难免就会出现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 那尤其举个例子吧 虽然说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呢 由于很多的附加的条件和规定的限制 所以说人民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公平的机会 来进行对国家的管理 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普通的劳动者 根本就进不了上层的社会 并且进到政府机构中去来掌管国家 因为要知道举个例子在美国 如果要是你没有个十亿几十亿的资金 你就基本上不用考虑有可能去参加总统的竞选了 所以说有的人也会在诟病这种制度 就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缺陷 导致了我们的民主并不能被完全的贯彻下去 那以上就是我对民主以及资本主义的一个小的浅息 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多在网上读一读相关的文件 还有材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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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